其他练习,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先看一下后面的程式码,后面有提到表单,不过表单我想我们可能不会那么快讲,因为表单的难度还是比较高,因为有时候你在操作上面,它的复杂度又会比刚刚的这些还要来,所以我们按部就班,那回去的话我想,因为剩下时间可能没有很多,所以我大概讲一下, 那我们今天是范例档里面的文字与资料函数,我们是讲第一个,其实后面还有几个延伸性的,比如说151,这个151指的是书里面那一本,就是468招里面抓出来的范例,那可能会需要,常遇到工作里面遇到就是说,如果你的,比如说A栏里面,假如有刮胡的资料,请你帮我放在B栏,有刮胡的放在B栏, 诶,这个要怎么做,有没有,有的有,有的没有,OK,那这个方法,至少会有三种,第一种,用里面提供的函数,有没有,那你可能要怎么做呢,OK,第二个,旁边请你加个按钮,用VBA按下去,全部做完,第三种,自定函数,OK, 所以,第一种,答案其实就在旁边,这样子,第一个用FINE函数,第二个用MID函数,第三个用IFL函数,光看到就头昏了,那怎么样把这一串弄出来,其实我这边有讲,后面有那个,也许后面再来讲,因为今天讲的来不及,大概可以分成四个步骤啦, 这哪四个步骤,先用FINE函数,先去找什么,找有没有前刮胡,那有前刮胡,那表示先刮胡位置告诉我,第二个,找后刮胡位置,第三个呢,再利用MID函数,去怎么样呢,因为MID函数,MID函数前面有没有用过嘛,给我文字,然后呢,第一个参数,你的文字来源,第二个,是你从第几个, 第几个,那就是从什么,FINE这个,找前刮胡的位置,再加1,为什么,因为我们不是要从前刮胡,我们要从前刮胡的后面那个开始抓,逗点第三个参数是什么,你要抓几个字,那抓几个字就从什么,从后刮胡的位置,后刮胡的位置,减掉前刮胡的位置,然后还会多1,再减掉1,OK,就会抓到我们要的那个, 就是几个字,那最后就等于就把那个字给抓住,不过,里面假如说它没有刮胡的话,FINE函数,假如你找的时候没有刮胡,它会出现错误,那错误怎么办呢,再用FL的函数,去把它过滤掉,OK,那这样就完成了,不过可能大概跟各位讲一下,如果有兴趣同学回去可以先了解一下, 这个已经算是比较简单的叙述方法,后面当然,我们还会再讲,比如说VBA怎么做,然后制定函数怎么做,回去可能先了解一下,这第一题,第二题的话呢,还有什么,还没有那么简单,这个只有一个刮胡,对不对,152,就是后面还有个什么,结局长宽高那一题, 因为长宽高总共会有三个,所以呢,会有三个刮胡,那三个刮胡那更复杂了,一个刮胡就够头痛了,如果三个刮胡怎么办,诸如此类的,回去的话呢,可以稍微把题目看过, 其他还有像什么,这个书里面的101,这个也蛮常遇到的,就是在你储存格里面,可能有中文的资料,有英文的资料,有数字资料,那你如果要把,比如说你只是要里面的中文字,其他不要,那以前怎么做,你没有更好的方法,你可能突发炼钢了,那当然你会发现,这个时间耗费太多,那怎么办呢,可以用一样,内线函数有没有, 如果没有,那有没有办法用VBA来做,不过这个101题的这一题,难度又更加困难,OK,其他还有像有一题,这个切割自专这一题,这个是之前有一位同学问的问题,他的问题,他的需求是这样,那个刚刚的第一,这个长宽高,这个是我们要切割的, 这个是切割完的,这个,后面当然,当然还有很复杂的,这个是书里面提供的解法,但是我的解法不是这样,我的解法可能比他简单一点点,如果有兴趣的同学,回去可以试试看,把它delete掉,自己想想看,因为你工作上难免会出现像这样的应用,刮糊,你只要,可能是刮糊啦,可能是什么, 反正一定会有某部分, 尤其有的时候像公司,像有些什么ERP啊,或者是从资料库,或者从什么地方,人家给你档案,那你来源的资料可能不是马上你可以用的,你一定要做很多事情,那可是如果你不会有,没有更好的方法,那你可能慢慢弄包,那资料一堆,你可能做不完,对不对,但是如果你有好的方法, 一下子就变成你要的资料了,那感觉其实是非常的好,所以真的时间就突然就变多了,为什么,因为你不用在一直在那边做一些很琐碎的动作了,OK,所以这个也是个问题,回去可以想想看,因为今天我们时间没那么多,没办法讲,那还有一题是同学问的问题,是这一题,字串切割,那这一题的内容是大概是早这样,就是,它里面有email信息,不是email, 是超连结,它要把这个超连结切割到这边,因为它也是从网路上捞资料,捞资料里面它是把原始码都捞下来了,但是它要把原始码里面的超连结全部都切出来,那这个更困难了,所以怎么样把刚好超连结,那以前它怎么做,它不会有更好的方法,它就是这样,选起来,然后怎么样,Ctrl C,Ctrl V 然后它每天要做几笔呢,它每天要做Ctrl向下,至少,这是它最少的,600多笔,它每天如果做600多笔,那它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就好了,那当然后来帮它写了个VBA,按下去全部就好了,多好,对不对,那每天按个按钮,事情就解决了嘛,可是有跟没有,这感觉就跟,以前 以前在那个种田的农夫啊,就慢慢种嘛,插秧,可是你看到那个机器啊,哇,我快有插秧机,全部好了,所以用机械化跟用人力的差别在这里,那其实实际上在你的工作里面一样,只是说,我们不太可能去花钱,但是你这时候要花脑力了,你如果把这东西自动化处理, 加进来,哎,这事情就解决了,那实际上很多时候,你们要做的事情,其实最重要是后面的资料处理,可是反而因为你不会把这东西处理成你要的东西,就反而花更多时间,那这个范例也许你可以想想看,但是这个范例难度又更高了,为什么,因为这里面,有可能有一个超连结,后来我帮它处理完了, 一个,他说,老师,不是,你请你看第六列,我就往下看第六列,他说,第六列,这边,一个,因为我帮他切的时候,只有切一个,他说,老师,下面还有一个,有没有,你少切了一个,还有第二个,那后面还有第一个,第二个,还有第三个,还有第一个,第二个,第三个,第四个,所以你切一个还不行,还要切好多个,后来我就有帮他写了,我说,哦,没关系, 但是难度会非常高,就是,再写一个,回圈,让他一直往下抓,抓到直到没有超连结为止,那那个回圈就不能用forness,就是for回圈,要另外一个叫do while回圈了,就是do while,do就是做嘛,while,当什么,当找不到为止,才跳离,那个叙述方法,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,其实答案呢,通通 在云端上面,在哪个地方呢,请各位注意一下,就是在我们的云端的那个网址里面,其实我都有放了,你回去有兴趣的话,自己可以找得到,在云端白板里面,我有把那个云端白板点开来,一样在第一个,第一个答案的话,这个先查查掉, 有没有,这个是101的答案,151,152的答案,然后再来就是101,103,104,其实上面都有答案,你就把它点开来嘛,然后呢,我就很,就是123,函数的答案,再来VBA的答案,所以这一题有没有看到,这边答案就在这里啦,12345, 然后VBA,然后VBA,我这边有叙述,VBA部分,这个VBA,按钮当然如果你不会啦,复制贴上应该会吧,然后就可以执行出来,刮弧,然后还有个方选,答案就在这里,但是,反正,这东西说真的啦,你要马上学会,我跟他,我觉得,我说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,但是你一定要花时间,只要你熟练啦,反正就是三个阶段嘛,你第一个阶段啦, 第二个阶段做出来,第三个阶段,慢慢慢慢习惯,一个学期下来,我想你应该也会有一点点,会有感觉的出来的进步,OK,那这里哦,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,那因为今天时间也差不多,我们就先讲到这个部分,那下一次上课的话,后面还有很多的范例题,反正都一样啦,范例,函数怎么解决,那个VBA怎么解决, 大概就是这样的做法,那我是把就是一些,这个解决的方法,提供给各位参考,方法都是一致的啦,所以循序渐进,也许你越来越增加一些,那你可以处理的事情,那也就越复杂,OK,那今天的话,就先讲到这里哦, 那记得就是,如果你们那个,之后还要再收到,就是上课的录影的话,请再自行再加一下论坛,我会把那个,上课的影片贴在论坛, 如果你有加,我就自动再转到你的信箱去哦,